答案格式裡面 當然我覺得Jason比較複雜 因為CSV他就逗點逗點 然後後面頂多是有沒有CR 有沒有CRLF嘛對不對 那大概就比較單純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那個Jason的格式的話 像我是怎麼找 我是到政府的開放平台或你去 不過我發現台北政府裡面的東西好像太少了 而且項目各方面都沒有辦法跟中央比 哇中央的東西太好了 為什麼因為我就找 我本來是想說找那個C Jason 有沒有那點下去之後呢 當然你也可以怎麼利用什麼排序啦 比如有新的有舊的 還有什麼 哪一些瀏覽次數最高 或者是被下載次數最高 OK那大概有多到少啦 因為誰下載次數最高 我覺得還蠻好奇的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從那個下載次數來看 那你會發現 陸外停車資訊 這導致還不錯 或是桃園桃園的 哪些地方可以停車 那他有這些欄位 包含什麼呢 地區編號 經緯度 計費方式 欸 對 有時候常常想要停的地方 都不知道停哪有比較好 停 還可能會care就是多少錢一個小時嘛 所以如果這些訊息都有的話 那當然 不過你要把這個點擊進去啦 看一下 那怎麼知道他json你可以檢視一下 通常是什麼呢 他裡面呢會有json的格式 那並且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你各位可以查看的時候按右鍵 我是建議一定要裝Node Pay Plus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軟體的話 其實有時候還蠻不方便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的資料 他的開頭有沒有 就不會是 那個中瓜糊 但如果你用之前我們的方法 用evo就會掛掉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遇到大瓜糊的話 記得你就要用什麼 import一個叫json json的一個模組 一個module 然後呢 在json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點什麼 點roll 加s 然後把那個網址 把那個下載的資料丟給他 他就可以幫你去把他解析出來 大概就這樣哦 所以也許呢 你們可以再去針對不同的json檔 太多了 而且裡面還有 中瓜糊裡面還有大瓜糊 大瓜糊裡面還有中瓜糊 或者是大瓜糊好幾個 那個當然就是 他把它當物件來看 你可能就要爬一個之後 再爬裡面的 一層兩層三層 對對對 就我是把它叫撥洋蔥 撥洋蔥的那個感覺 不過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要花一點時間去理解一下 OK 那其實編碼這邊好像也可以看 它是UTF-58 有沒有 這邊也可以看 不過AMSI 其實 NOTEPAD PLUS PLUS 其實也可以取代那個NOTEPAD 就是 祭司本++ 裡面當然還有一些像什麼 自動折航 好像預設不會自動折航 我這邊會把它自動折航 然後其他就是 特殊資源這個一定要打過 大概就這樣 這些東西 另外它其實 我記得它還有蠻好用的 像聚集有沒有 甚至它也可以類似像什麼 像那個 Excel裡面錄製聚集 可是說它好像會幫你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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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試試看 所以這個是大瓜糊 也許就不能用我剛剛講的方法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們這是額外的歷史 我們先把我們剛剛的行政院這個先做完 那待會也許你們可以再到中央的開放資料裡面 我剛剛是怎麼找 找那個全部喔 全部裡面的那個Jackson OK 裡面這麼多啦 還有這麼多 如果你這些都有時間練功啦 保證你 全部如果都可以找到你要的 其實可以延伸性還蠻大 我這邊有個排序 排序的話我是下載次數多到少 第一個就是我要的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就是停車的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大瓜糊開頭 那也許可以拿這個來練習看看 其他的話還有這麼多啦 還有什麼 自行車的 這個好像之前有同學就練習這個 這個卡住了 到底哪裡卡住呢 待會再看嘛 原來他也是照著我的方法做 後來發現原來裡面有一個東西 他不知道原來可以把它換 把它那個去掉 就可以寫到Database 就要一直卡一直卡那個地方 也許同學可以自己試試看 這部分 那我們先PL2.5這邊的Jackson好了 那這個當然比較簡單啦 因為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就是中瓜糊開頭 裡面一定是大瓜糊 一個key value key value 裡面非常的單純 沒有太複雜 所以這一題還蠻好練習的 裡面怎麼做呢 基本上 第一個呢 我們可以怎麼 先建一個module 那這個module裡面的話 當然第一個 input request 然後把這個東西貼上 它的網址 get回來 也是UT58 另外的話呢 如果是大瓜糊 那我用evo 有沒有 把那個evo之後的話 丟過來的東西呢 基本上 它就會是 轉換之後的那個 就是把我們的字串 轉到那個裡面的Dictionary 分別把它放到那個 Json裡面 那我們可以分別把裡面資料 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 但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print一下 裡面東西 也許 假設你可以先不要跑這一段 你可以先怎樣 先把這一些 Ctrl加斜線 然後把這邊的話呢 先把它print一下 把這個裡面的變數呢 它Json Data 裡面到底放什麼 我們先把它print一下 往裡把它run一下 你會發現裡面呢 放下來的東西 它就經過evo之後呢 它就原原本本的 幫我把這個東西呢 都逐一的print它 轉過來 有沒有 基本上呢就是一個串列 OK 應該可以看到嗎 一定是那個中關鍋開頭 那裡面的 串列裡面的話 就放什麼 放一個一個的Dictionary 所以這個Dictionary裡面的話 其實就類似像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啦 所以我們用那個下載之後的這個 剛剛的這個 Json的 這個吧 是不是 不是這個 Json的 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 資料的話 就是這個 一個list裡面呢 一筆裡面就一個Dictionary 有沒有一個字典 有沒有 然後呢 痘點下一個字典 下一個字典 那所以的話呢 我可以怎麼樣 先跑個回圈 把第一個Dictionary抓出來 把這個先抓出來 那我要的是什麼呢 我要的是它裡面的 前面的東西 那我就給它一個Key 它就幫我把Value帶出來 一個Key 一個Value 一個Key 一個Value 所以呢我可以怎麼寫呢 我可以跑個回圈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什麼 這個就Print把它關掉 那我就可以在這裡面寫什麼 寫4回圈 好 那我就把 就是裡面的第一個抓過來 丟到Size裡面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喔 它就會先幫我把 這一個Dictionary 有沒有 還記得Dictionary吧 字典的部分喔 所以如果你忘了Dictionary的話 那你回去再 再複習一下 一定Key Value 其實可以當兩欄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就是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資料 那裡面一定是 一個對應的關係 所以呢我就是把這個東西 第一個抓過來 它第一個抓過來 一定會先抓這個 它的Size是補停 然後這些 那裡面的話 就是它哪一個 台北市 Print 1 然後這是什麼 Data Creation Day 哪一天 然後哪一個單位 好 它就抓過來 所以會有五個資料 其實就跟剛剛一樣 五個欄位 那如果說我要抓Size的話 裡面的那個County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Size放外面 意思就是說喔 我要抓的是哪一個Ditch 哪一個Key Key的話是County 然後把這個County 其實它就會抓到什麼 抓到那個County 就是台北市啦 有沒有 這個是Key 台北市 這個後面的Value 它就會幫我把它搬到前面來 Key 然後就是台北市的哪一個名稱 那古廳等等的 那裡面的話 可能比較需要判斷就是 如果什麼呢 PMOD裡面是空的 那如果等於是空的 那我就什麼 如果等於0 那我就把它改成空的 那反之的話 就是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INT 因為它過來的資料會是自串 那分別的話呢 把資料丟過來之後 那最後可能同學 比較會有問題 就是那個 這個Format 特別注意喔 前面大瓜糊表是什麼呢 我用Format的好處 是把這個東西 可以塞到裡面去 這個東西 一個蘿蔔一個坑就對了 那好處就是說呢 我可以 前面是自串 後面是變數 那我就一個一個把它丟進去 當然你這個Format裡面呢 也可以給格式啦 不過我這邊是很簡單 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所以 前面總共會有四個變數 那我後面呢 一樣會有四個變數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四個變數 請特別注意喔 有時候我習慣是把它複製貼過來 複製貼過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複製貼過來 有時候自己打 很容易發生錯誤 那把它做好之後 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我們最後的結果 結果就跑出來了 測試名稱 我就按照我要的結果 把這邊呢 測試名稱 拿一個 一個TAB鍵 限制名稱 哪一個 然後呢 PN2.5多少 不過如果說 假如說你比較沒有把握的話 或者你不要那麼複雜 其實你不要Format也可以啊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county 然後 串接吧 當然你這邊不能用那個 不能用豆點 變成你中間要自己再去加什麼 加那個豆點的符號 再串接 也是類似像剛剛我們那個 一樣的輸出方 只是說如果它裡面的資料 假如不是Stream的話 你可能要轉型 也可以啦 不用Format的話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所以第一個的話 如果你是用Jackson 那記得就是先確定它 是不是有中瓜糊 不過看起來 好像有中瓜糊的機率是蠻高的 那有 直接是大瓜糊開頭的 也是有 可是 相對的好像感覺 比較少一點點